好 现在立院的最新状况 我带您来看看白狼在下午一点半 就要跟劳工团体一共2000人 要前进立法院了 学生也很担心会发生冲突 希望警察来区隔保护 而全家盟呢也适施 要保护参加学运的学生 立法院的最新状况我们透过连线 请记者刘从琪告诉大家 从琪午安 好 主播观众在青岛东路这边立法院的现场呢 现在群众最担心的就是下午 白狼张安乐可能会率众 直接走到立院这边来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立法院的青岛东路这个门呢 现在已经要开始实施 指出不禁的这个管制了 这是同学们他们自发性的一个管制行动 虽然在下午一点钟开始呢 这个警方的警力可能会陆续进驻 或在青岛东路这边呢 事实上这些静坐的同学 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制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把群众慢慢慢慢的叫回 这个青岛东路这边来 让群众呢能够聚在一起 避免落单 那么第二个措施呢 就是呢指出不禁的措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外围的群众呢 现在已经陆续呢 重新集结到青岛东路来 就是很怕会有落单 或者是万一有这个擦枪走火 有人要冲入异常状况 外围的同学可以来帮忙做阻止 那除了场外这个状况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事实上警力呢 在某些的这个路段 也慢慢开始来进行一些进出路的管制 有些攜带大型物品要进出的这个民众呢 都会呢被警方来先做询问 那么除了有场外的这个危安的状况呢 事实上场内呢 这个学生他们也有一些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场内同样是在12点过后 是实施这个指出不尽的状况 那么警方也请这个两位的学生领导 就是林飞凡 以及呢这个陈维婷呢 能够尽量待在场内哦 那不要再跑到场外来 就怕呢会有一些意外的状况发生 目前这个整个状况呢 从场内跟场外都可以看到 这个紧张情势症逐渐升高 那么预计在下午1点钟之后呢 警方的部署会更加严密 这是我们在现场找到最新情形 谁镜头先交还棚内主播 中国人哦 不是 我 是吧